机场工作人员一边拖地 天花板一边下雨 床外停机坪被淹没 航班接连取消 西班牙东部洪灾还没复原 又遇上暴雨侵袭 巴塞隆纳机场旅客拎着鞋子 赤脚走在水中 加泰隆尼亚地区火车被迫停驶 滚滚泥流淹没轨道 路边汽车整排泡水 不停歇的暴雨 对山洪灾民来说是雪上加霜 灾情最严重的瓦伦西亚地区 购物中心宛如下水道 泡烂的商品载幅载城 各地一片狼藉 家园被冲毁 灾民忍不住崩溃 西班牙军队持续深入灾区救援 出动大型机制寻找废墟中的生还者 连军舰加利西亚号都加入救援 再送物资与七千五百名士兵协助灾民 紧销则利用无人机展开大范围搜索 灾民陷入绝望 志工与医疗团队向人民神出援手 西班牙国王菲利佩与首相桑切斯 召开紧急会议 但对怒火中烧的灾民来说 这一切为11万 提别新闻综合报道